OS!大家好我是BBOY紅靈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隨性的拍一個玩具開箱影片 那我今天要開什麼呢?就是這個 排球少年的黏土人 那他是主角 日向翔陽 Hina.Show 那我先講一下我本身自己 原本是沒有很喜歡黏土 就覺得他就是 頭大腳小 然後塗裝跟那個質感 還有可動度我都覺得 普通就是沒有很吸引我 但是在去年我的英雄學院 出了一隻蛙吹梅雨 然後蛙吹是我在 我英裡面我最喜歡的角色 對然後他又沒有出什麼 公仔玩具 在去年的那個時候 所以我就收了一隻來看看 就是這一隻 然後收了之後不得了 我發現黏土人 其實比我想像中還要好玩 他的可動度跟他表情 還有他的替換配件都非常的多 對然後收完之後 又覺得哇 黏土人這麼好玩 好回到那個 排球少年 對那 排球少年他隨著他現在動畫出到第四季 他的黏土人就開始再犯了 所以現在幾乎每個月 都會有一兩隻角色會上 對然後這一隻是 第四季裡面出現的那個 橘色球服 橘色球衣的 日項 所以他不是那個已經再犯第三次的 黑球衣的日項 對 那我原本 排球少年的黏土人 我只預計要收 五月會再辦的那隻西谷 對西谷是我裡面最喜歡的角色 因為我 我有在考慮要不要收全隊 對但是收全隊真的是 荷包會大傷 但在前幾天我逛雜誌峰的時候 看到這一盒 現在會沒貨 結果看到960 我就直接購入 那我現在預購一下差不多是R900 所以我覺得這個手兩次就買下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盒子的側面 背面 上面 下面 OK 開箱 好 那 就是本體 然後三個 兩個多的替換表情 然後七雙 七隻手 一顆球 一個球網 好 下面還有 還有一雙腳可以換 然後一個地台 對 OK 那這個是他最基本站直直的動作 對 那圖裝真的好得沒話講 那黏土人真的是一個 你要買了才知道他的好的玩具 對 而且 有新玩具的香味 讚 現在就來展示他的各種動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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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把他組裝成我目前最喜歡的動作 就是他準備要殺球的動作 那我 那我對那個日相 他在第四季的表現 的印象 就是 他的 接球 進步 大進步 對 然後讓大家看到他的成長 對 那一段我也是真的蠻感動的 對 那收了黏土人之後 真的會有點 回不去的感覺 對 剛剛這樣 玩了一下 覺得 真的好像 可以考慮把全隊給收起 因為其實裡面我還有很多很喜歡的角色 像是 月島 還有田中 對 好啦如果我這支影片的點閱有破500的話 那我就考慮把全隊給收起 然後再來開箱 給大家看 那 拍這種開箱影片其實就是 我想說來記錄一下我 今年開始 我有買什麼玩具 對 然後就是如果我買的話 就盡量來拍影片給大家看 那如果 你也喜歡這種開箱影片的話 那就 點個讚 讓我知道 好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啦 掰